就是这个我更新的时候特别需要不要随便更新 我刚刚更新只有更新一个地方 就是只有这个针对Google place 它的版本做更新 Google place这个service这个 我只是把旧的更新成新的 只有做这个动作 其他都不用做 所以你要确认一下 不然它会自动帮你做很多事情 你就不要去做 不然做了之后 你可能之后要跑就会出问题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这个地方的那个manifest 就可以把它改回不是数字了 之前是给一个4030530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它的版本就认得了 所以应该是upgrade之后的话 它也会把那个 我讲过那个一个list 一个清单 就是常数的清单 帮你本来是一个常数 变成一个一个数字吧 一个整数 它对应表已经又加进来 就不会有错误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前置作业 那程式部分那也没动了 基本上就原来的 我只有做一件事情 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那个on location change 原来是去取的location里面的latitude跟lonitude 但是我要把它变成一个point 变成一个点 所以我就宣告了一个 宣告在这里 那我宣告一个latitude 我上面宣告一个叫latlon 这个latlon 它是一个point 在这里 那再宣告就痊愈了 因为你等一下其他方法也会问到 然后呢 我在这边去取的 哪边取的呢 在if location不等于我的时候 表示已经抓到location了 那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new一个latlon 去把location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latitude把它get过来 存在这里 把lonitudeget过来 存在这里 所以这个点的话 里面就存我现在的位置了 OK 所以这个point等一下 我们就是我们要指向 因为marker也会问你说 你那个你要marker的 你的点在哪里 你给他一个点 他就帮你打一个marker上去了 OK 所以第一个 这地方做修改 其他地方都没做修改 这里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先确定一下 反正 先确定你的地图 第一关是可以run的 可以看得到的 第二个 可以取得你现在location 并且把它存起来